今天这节课呢我们要讲这三个内容 是双代号网络计划图的下半部分 上节课呢我们对于双代号网络计划图讲了一个上半部分 讲的是60标注法 而关于双代号网络计划图它的计算方法呢 我要讲两种方法 上节课讲了一种方法 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种 而今天这种方法呢它是特别的快速 就是很简便 当然我们今天这种方法 它必须要基于上节课的一些基础内容 学得很扎实之后你才能够理解的 不然的话呢可能就就就就就不太好明白 这是关于双代号网络计划图 然后呢我还要给大家讲 第三和第四 第三呢说的是石标网络计划图 这个石标网络计划图它有很好 它有很大的优点 就是我们能够从图上能够读出很多的数据来 很多数据我们是不需要去算的 根据图上你直接读就可以了 然后第下一个呢就是第四个 那是单代号网络计划图 我们今天就讲这三个 然后剩下的像什么单代号搭接啊 这一个呀 十年也考不了一回 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基础阶段 还得讲一讲 这种搭接的这种计算方法 和前三个的计算方法完全不一样 它的套路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想要学会搭接的话 你必须要把前三个学得很熟很熟 这个才能行 不然四个全混笑掉了 好 接下来我们先把上节课讲到的六十标注法 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一遍 回顾完了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展开 开始了吧 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图 还有印象吗 我们上节课讲的 我们再一次来算一算 A B C D E F G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项工作 他们的时间参数 先来看一下A工作 A工作它与起点节点相连 所以说它的最早开始时间就是零 持续时间是五 那么最早完成时间呢 就是五吧 好 跟上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B工作 这个B工作同理也是 它是以起点相连的 所以最早开始时间我们规定它为零 持续时间是四 完成呢 就是四 好 看C C工作想开始 必须保证它前面的工作都得完成 那它前面工作是谁呀 是A A哪天完成呢 第五天最早完成 所以紧跟着第五天 所以紧跟着第五天它就要开始了 持续三天完成 八天 看D D工作想开始你得保证前面工作都得完成 前面工作是A A第五天完成 所以它紧跟着第五天就开始 持续时间是四 完成 第九天 E工作 好 能跟上吗 有声音的啊 看一下E工作 E工作想开始 必须保证它前面工作都得完成 那么首先我们要去找 它的前面工作有谁呢 紧前工作 逆着箭头往前推 一个是B 一个是C 而B工作第四天才能干完活 C呢 第八天 它就可以干完活了 一个是第四天干完活 一个第八天干完活 它必须保证前面都完成 它才能够开始 所以它哪天开始啊 选大的吧 两个都完成 它才能开始呢 所以是第八天开始 持续六天 完成呢 十四天 好 F工作 F工作想开始 你得看前面工作 紧前工作 第九天完成 所以它是第九天开始 持续时间三天 完成呢 十二 最后一项 这一工作想开始 你必须保证前面工作都得完成 紧前工作有谁啊 一个是E 看见虚见线 它代表逻辑关系 越过虚见线往前推 就是D D呢 是第九天完成 E呢 是第十四天完成 它哪天开始 选大的啊 十四 持续时间五完成 十九 好 到了终点节点 那么我们算出来 计算工期 就是十九天 好 这两个时间参数 全部算完了 那这算的是 早开始和早完成 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我们怎么算呢 是定头 算尾 顺加取大 从前往后顺着 加过来 怎么加呀 用开始时间 加持续时间 等于完成时间 取大是什么意思 这个十四怎么得出来的 你得保证前面工作都得完成嘛 一个第十四天完成 一个第九天完成 一个第十四天 一个第九天 我们要取大了 这是顺加取大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中间这两个时间参数 中间这两个时间参数 是最迟开始和最迟完成 要让我们算最迟的话 我们要从工期 逆着往前推 这个才算出来 才是最最最迟的吧 最晚最晚的嘛 但是我们这个工期是按TC往前推吗 不是 按什么 按TP 这个TP 才是我们在项目上 那我们项目经理部 确定好的 这个最终完成的这个工期啊 但如果说在考试的时候 他没有告诉我们 TC和TP什么关系 我们要默认二者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要默认 他们两个是相等的 都等于十九天 好 接下来看一下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与终点几点相连的这两项工作 他们最迟完成时间 是不是就是工期这一天啊 所以最迟完成时间都是十九 我要减去持续时间 是不是等于开始时间 所以用完成时间十九 减持续时间五等于十四 最迟开始 用完成十九减去持续三 等于开始 最迟开始时间十六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 看好啊 一工作我哪天必须完成 你要想知道我哪天必须完成 我必须要知道 我的紧后工作哪天必须开始 你的紧后工作是G 它是第十四天 最晚最晚开始的时间 那么你最晚最晚完成的时间 是不是就是十四了 对吧 持续时间六开始呢 用完成减去持续等于开始时间 八 然后再来看一下 D工作 D工作哪天必须完成啊 看紧后工作哪天必须开始 紧后工作一个是G 一个是F工作 G工作第十四天必须开始 F工作的第十六天 它才开始 那么我为了不得影响任何一个紧后工作 最晚开始 我哪天 结束啊 是不是这两个数 要选小的呀 所以是十四 然后你用完成时间 减去持续时间等于开始时间 这就是我们上几个提到的 算这两个数的时候 我们是定为算头 逆减取消 逆减 逆 就是倒着推 叫逆呀 减呢 是用完成时间 减持续时间 等于开始时间 取消呢 这个十字 十四怎么得出来的 是这两个取消的吧 嗯 因为我们不得影响任何一个紧后工作 最晚最晚开始 一个第十四天就得必须开始了 一个第十六天才开始 哪个都不得影响 所以我们只能选小的 如果你这里要是选大的十六的话 那么对于这项工作 最晚开始时间就影响了两天 那么必然会对工期造成两天的影响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C工作 C工作哪天必须完成 你得看紧后工作哪天必须开始 紧后工作哪天必须开始啊 第八天 所以呢 它第八天必须完成 减去持续时间三 等于最迟开始时间 第五天 然后再来看一下 B工作 B工作哪天 必须完成啊 看紧后 紧后第八天 最迟开始 最迟开始 所以我第八天完成 不就可以吗 持续四开始呢 四天 然后我们再看A A哪天必须完成 看紧后 看紧后 一个第十天必须开始 一个第五天必须开始 不得影响任何一个逆减取消 选五 减去持续时间 等于最迟开始时间 就是零 好 那么这两个时间参数 我们也算出来了 好 我们学院说顺向取大 反向取小 这个也可以 逆向是取小的 顺向是取大的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我们先看总时差 我把墨迹删一下 来看一下总时差 注意 总时差 它的定义是什么 只要你不影响工期 看你一共能够玩多久 对吧 那你看 还是以地工作为例 看啊 如果说你能最早最早开始的话 你第五天就可以最早开始了 如果你想一直玩 一直玩 一直玩 但是你要不影响工期 你最晚最晚哪天开始啊 最晚最晚是第十天开始 最早第五天可以开始 最晚第十天可以开始 那你一共能够玩多久啊 拥有几天机动时间 是不是五天呀 对吧 还有一种方法 看着啊 如果说你赶紧干赶紧干 一分钟不耽误 第九天干完了 如果你慢慢干慢慢干 我连玩再耍的干 你哪天必须完成 第十四天必须完成 不然呢 就会影响工期 你最早完成 是第九天 最晚最晚完成 是第十四天 那么中间你能玩多久 五天 所以上减上 必然会等于下减下 那肯定相当 如果不相当 肯定你是算错了 没有其他的理由啊 所以 零减零等于五减五 零 四减零等于八减四 总时差等于四 这个零 这个五 零 七 零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自由时差 自由时差怎么算 从定义入手 什么叫自由时差 这个自由 指的是你只能玩自己这点时间 不得影响紧后工作 所以自由时差 指的是在不影响紧后工作 最早开始的前提之下 你能够拥有多少机动时间 就是你自己能够玩多久 那你看 我A工作 我再不影响紧后工作 最早开始 紧后工作是他们俩吧 这两个都是第五天 就得最早开始了 而你呢 最早最早第五天完成 所以玩不成零 看B 不得影响紧后工作 最早开始 紧后工作是E 最早开始是8 我只要不影响你开始 我看我最多能够玩多久啊 我赶紧干 赶紧干 哎第四天干完了 你呢 最早开始第八天 玩几天 玩四天 自由时差 看C 紧后工作第八天 就得开始了 而他呢 第八天刚干完活 所以玩不成 看D 紧后工作 一个是第九天开始 一个是第十四天开始 不得影响任何一个 最早开始 能不能玩啊 不能玩 因为你第九天 刚刚干完活 所以 多少 零 然后再来看一下 E 看E啊 E的紧后工作 第十四天 最早开始 能不能玩呢 不能玩 因为你第十四天 刚刚干完活 所以玩不成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下F工作和G工作 先看F工作 你看后面还有工作吗 没有了 后面能够影响他们的是什么 是工期 对吧 工期啊 嗯 是工期 然后你看 工期是十九天 你最早最早 干完活是十二天 不影响这个 你能玩几天啊 玩七天 玩七天 你在这里 你要注意啊 我要给大家 我再说一下 你注意 我在算F工作的自由时差的时候 我是根据TC 还是根据TP 我要问大家 我看你真正理解没有 嗯 我现在在算F工作的自由时差 我是根据TC算呀 还是根据TP算呀 根据哪一个 为什么要根据TP算呢 我们算的是自由时差 你还是没理解呀 还是没理解 你要根据TC算 而不是TP 因为你算的是自由时差 自由时差是不得影响 紧后工作 最早开始啊 我问你 如果说这个 后面还有工作的话 它是按照这个是最早开始 还是按照TP是最早开始啊 TP是最晚最晚 对吧 这个是最晚最晚 而这个TC 是我们从头一点一点 一分钟都没耽误 算出来的最早的时间吗 所以你在算F工作的自由时差的时候 你应该按照的是TC 而不是TP 你算总时差的时候 按的是TP 你算总时差 我在不影响工期 不影响工期 说的是不影响你们项目上 那个计划工期啊 这个说的是 总算出来是总时差 而你再算自由时差 自由时差是不得影响 仅后工作最早开始 所以你要用早餐数去算的 明白了吗 只不过在这就恰好了 它俩是相等的 那如果不相等的话 可不是这样的 你看啊 假设 TP等于21 那我问 自由时差是多少 算一算 PC19 TP21 那么F工作自由时差呢 不得影响仅后工作最早开始 你是用TC算还是用TP算 最早 哪个最早啊 当然是19了 所以要用TC去算 明白了吗 明白不 嗯 所以这个是 7 那你看啊 为什么在这儿 在这个工作当中 它俩总时差跟自由时差一样呢 为什么一样啊 它为什么一样 一样了 是因为前面 我给大家了这么一个条件 TC跟TP相等了 如果说它没有这个条件 它俩肯定不相等 明白了吗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同样 它的自由时差是多少啊 算自由时差 你要找早参数 记住了啊 算自由时差 它属于早参数 你必须要找早参数 你不能去找晚的 找晚的肯定有错 所以你要用早的这个19 减去它 到0 明白了吗 好 整个全部说完了 这是我们上几课讲到的 而刚刚呢 我又给大家说了 这两个 这两个 其实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 它真的 当TC跟TP 不相当的时候 很多情况 它就不一样了 知道吗 一会儿我们往后学 学到关键工作 关键线路 尤其是关键工作那里 我们还得解释 当TP跟TC相当的时候如何 当它二者不相当的时候 又该如何了 好 有学生说 TP在这里有什么用 如果说你不理解 TP有什么用 那说明上了几课 我讲的TC TR TP 这三个你没理解 我再给你解释一遍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前面的路波 TC是我们从前往后算 一分钟不耽误你算出来的 最早的那个工期 而TR呢 是业主要求的工期 我上几课不是给你举例了吗 我说比如说呀 你这TC等于19天 业主要求我们呢 25天内完成 然后业主又说了 只要你在25天以内完成 你提前完工一天 我要奖励你钱 一天奖励好几万呢 那这个时候你项目经理 是不是你得考虑一下 我哪天完成最合适啊 这个就是你们综合考虑下来的TP 可能呀你在施工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可抗力 或者其他的因素 所以可能这个最早最早 一分钟不耽误这个时间 我们是达不到的 这是太理想化了 你懂吗 然后业主又说了 我只要提前完工 他就给我奖金 那我是不是得好好的 去合理的安排一下 我怎么着 拿到的钱会更多 那可能你们项目经理部 说22天完成是最好的 我又能够避免一些风险 又能够拿到更多的奖金 所以这个22天说的就是TP啊 只不过对于我们一级见到是考试而言 他一般情况下 就认为他们俩相等 我上次课也说了 只要说 这个题目背景当中 他没有指出来 TC和TP什么关系 他没有说2的什么关系 那么你就默认 他俩是相等的 这个也是人家考试规定的一项 明白了吗 然后我们学员刚刚又说了 我们学员又有问题了 他说 如果说TP小于TC怎么办 这不是TP小于TC 是这样的 我再给你假设 TC等于19天 TR业主要求17天 这可是业主要求的17天 那么接下来 我是不是必须要满足业主的要求啊 怎么办呀 你要在这个基础上使劲去压缩呀 压缩 怎么压缩 你多提供点资源 多提供点人 多提供点设备不就好了吗 比如说 我们这个武汉 他们建了两个医院吗 那两个医院 为什么一星期就能完成啊 因为他不计成本 放那了好多的设备 好多的人 所以他就可以去压缩工期了吗 所以当这个TC 你算出来的比业主要求的工期 还有长的话 我们只能是去压缩了 好 说完了 对 加班就完事了 加班 好 来 看一遍啊 刚刚我解释完的 60标注法的计算原理 ES EF 定头算为顺加取大得TC ES EF 是最早时间 得出来的工期 也是最短的 这个是一分钟不耽误 得出来的工期 而这个让我们算最迟的时间 我当然要用最晚的那个工期 往前推咯 所以你要用TP往前推 定尾算头逆减取消啊 总时差怎么算呀 上减上 必然等于下减下 后面减前面啊 自由时差呢 用紧后工作的ES 减去本工作的EF 如果有多个紧后工作的话 我们要选择 紧后工作最早开始时间的 最小值 去减去本工作的 最早完成时间啊 好 说完了啊 上几课的已经复习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新的内容 没问题了吧 接下来 举什么例子啊 我们上几课做了那么多题 继续往下 讲完之后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子来说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上几课呢 我们重点讲的是计算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 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的确定 怎么去确定关键工作呢 怎么确定关键线路啊 我们来看一下关键工作 关键工作是指 注意这个是定义 知道什么是定义吧 这个不用我解释 我们从小学了那么多年 学习了那么多年了 定义肯定知道的 关键工作 它指的是 网络计划当中 总时差 最小的工作 记住了 总时差最小的工作 它定义为 称之为 关键工作 那么这个总时差最小 最小一定是零吗 我问大家 最小一定是零吗 告诉我来 不是 你看啊 它说了 总时差最小的 是关键工作 好 我们来找一找 你找找 这些工作 A工作 B C D E F G 你看 它们的总时差 总是差零 总是差四 总是差零 总是差零 总是差五 总是差七 总是差零 那么在这个图当中 总是差最小的为零 是吧 嗯 那么总是差最小一定为零吗 不一定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就为零了吗 因为我给了它这么一个前提条件 TC它等于TP了 如果说它们二者不相等 假设 TP 等于21天 不相等了吧 那你看看 我通过这个条件 我再往前推 算完之后 我们来看看 整个玩乐图当中 总是差最小的 还是不是零 你看啊 现在我们算最迟 是不是要以TP 往前推呀 所以现在就不 这里 最迟完成就是21了 最迟完成就是21啊 21-5是多少 16 21-3是19 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两项工作 它们的总时差算出来 总时差多少啊 2 总时差多少 19-9 我没算错吧 这怎么变10了呢 这个是不是18呀 21-3等于19-10吧 18呀 扶了自己的口算啊 等于多少 9 是不是 那你盯准了啊 我的口算很一般 然后我们再往下 一 一工作了啊 到一工作 别乐了 一工作 一工作此时此刻 它哪天必须完成啊 它哪天必须完成 看紧后啊 紧后工作第16天 必须开始 那么你呢 第16天必须完成 16-6等于几 10 10-8 16-14等于几 2 总是差变2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第 第 我哪天必须完成 看紧后 一个第18天 必须开始 一个第16天 必须开始 它哪天必须完成 选小的 减4 12 这个 7 对吧 12-5 16-9 7 对 没毛病 我们看一下 C工作 它哪天必须完成啊 紧后第10天 所以它呢 第10天必须完成 持续时间3 开始呢 7 总是差 两个 两个机动时间 2 然后看一下B B 我哪天必须完成 看紧后咯 第10天 那就第10天 减去4 减去持续时间是几啊 6 总是差是几 总是差6 然后看A 哪天必须完成 一个第12天 必须开始 一个第7天 必须开始 不得影响任何一个 我选小的 持续时间5 减减 等于2 这个2 好 全算完了 这个是当TP 等于21天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找一找 在整个网络计划图当中 总是差最小是几 总是差2 总是差6 7 2 2 9 2 那在这么多当中 最小的就变成2了 而不是0了 所以你要记住 总时差最小 不一定为0 什么时候为0 当TC等于TP的时候 它才为0 如果不满的这个条件 最小的总是差 绝对不为0 关键工作 关键工作总是差 它肯定不为0 好 所以在这 你要记住了啊 什么样的工作 是关键工作 叫总时差最小的 而这个最小的 不一定为0 明白吧 好 什么时候为0啊 你看 当计划工期 党于计算工期的时候 就是TP 党于TC的时候 总是差为0的工作 就是关键工作了 记住 一定要记住 好 说完了 接下来 关键工作 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关键线路 我们学院又开始说了 不是上TC算吗 你这算的有点蒙了 你已经蒙圈了 按TC 算的是要自由时差 算的是FF 按TC去算 但是我们现在算的是总时差 总时差 你要根据TP去算 不能说等于 根据TP去算 我说的是总时差 总时差 不是自由时差 自由时差 根据TC算 总时差 根据TP算 你是听一不听二 听二不听三 来往下看 看关键线路 书上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什么样的线路是关键线路呢 他又说了 自始至终 从头到尾为 全部由关键工作组成的线路 称之为关键线路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从头到尾 全部由关键工作组成的那条线 称之为关键线路 对不对 不对 这句话虽然说是书上的原话 但是他说的不对 我一会给你解释 我们先来看 或 还可以怎么说呢 或 或这么说 线路上总的工作持续时间 最长的线路 为关键线路 这句话上期课给大家解释过 那么多条线 持续时间最长的那一根 那根线 称之为关键线路 这句话啊 你不管走到哪 它都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 我来给你解释 为什么上面这个是错的呢 你看啊 我们看这个图 看这个 我们找找哪个线是关键线路啊 这是三天 这也是三天 这是六 这是三 好了 那我可能这是最长 然后这是六 这是三 那 这是不是一样啊 是一样吗 三加六 六加三 前面还都是三 这两条线是一样长的 这又是三 你看 这两条线 是不是都是关键线路啊 对吧 那既然它都是关键线路的话 那么这两条线上的工作 必然都是关键工作 你先记这么一句话 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它肯定都是关键工作 嗯 所以这些 它都是关键工作 然后你再看 这条线 是不是有关键工作组成的线 是 它是不是关键线路 不是 这不是也是有关键工作组成的线吗 但是它是关键线路吗 不是 嗯 它说 自始至终 全部有关键工作组成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错了 这不就是返利吗 又虚然说 你这是虚间线啊 这也不是 它也不是关键工作啊 你注意 虚间线 它代表逻辑关系 那意味着 在整条线上的工作 是这个 这个 这个和这个 明白了吗 再记住一点 你是不是关键线路 跟这个线路上 有没有虚间线 没有一毛钱关系 没关 你是关键线路 可以有虚间线 也可以没有虚间线 你不能拿这个来进行判断 明白了吧 嗯 虚间线 它仅代表的是逻辑关系 好 那怎么办呀 这句话 它又是错的 而且又是书上原话 怎么办呢 考试怎么弄啊 如果说你考单选 记住了啊 考单选 你能够百分之百判断 其他三个选项 百分之一万的错 那没辙 只能选他 至少这是书上的原话 那如果说要是考多选呢 绕着 绕着他走 你绕开他走 明白了吗 其实我们 建造式的教材呀 不是很好 像我们这个 这个造价工厂师里面 人家从来没给我们这么总结过 我觉得造价工厂师的管理的教材 比我们这个编的要好很多 行了 这个说完了吧 来 怎么绕 你是故意的吗 你绕着他走 就是不要选他 宁缺勿烂 气死我了 往下看的 双代号网络计划当中 关键线路指的是什么 关键线路 关键线路看A 什么样的关键线路啊 你要注意了 看这道题 总是差为零的吗 错 他必须要满足TC等于TP这个条件 总的工作持续时间最短的线 最短最长 最长的线 一经确定 不会发生任何转移吗 这个关键线路 他能不能转移呀 可以 可以转移 这个转移这个事啊 在你们实务当中最常见了 比如说 在整个网络计划图当中 我们画完了 都已经计划好了 结果某项工作 他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 工作持续时间延长了 那当这项工作持续时间延长的话 那么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算算 哪条线最长啊 是不是可以转移 可以的 嗯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某些工作 他时间延长的话 那么这个关键线路 很有可能就转移走了 明白了吗 所以他说不能转移错 我这么说 你能跟得上吗 对 绕不开了 嗯 这个可以转移啊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即使之中 全部由关键工作组成的线路 你看 这不是单选吗 而且前三个肯定错 那每车只能选低楼 至少是书上的圆花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的说法 正确的是挑对的啊 挑对的看 哎 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全部都是关键工作 对不对 正确 如果这条线是关键线路 那么这条线上的工作 统统都是关键工作 一点毛尾没有 关键工作不能在非关键线路上 这个对吗 你 如果说你是关键工作 那当然你是处于关键线路上的 那非关键线路可不可以通过你啊 当然可以了哦 你看 看哪个呢 看这个 我把这个墨迹删掉 你看 这个是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吧 关 他是不是在关键线路上 是 非关键线路上可不可以有 可以有 可以有 那所以 他说 关键工作不能在非关键线路上 错 C 关键线路上不允许出现虚工作 虚工作 它代表 它所连接的那两项工作的逻辑关系 有没有 跟你是不是关键线路 没关 你可以有 可以没有 第四个 关键线路上总的 工作的总是差均为零 关键线路上工作的总是差均为零吗 必须要满足TC等于TP 它才能为零的吧 所以选A 我们看第三题 他说 关于关键线路和关键工作的说法 挑对的 挑对的啊 我看 我看我们学院下面聊天了呀 看来我们内容比较简单啊 A 关键工作的总时差最小 对不对 正确 最小 但是不一定为零 关键工作总时差一定为零 错 什么时候 TC等TP的时候一定为零 C 关键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 等于最迟开始时间 什么意思啊 最早开始 最迟开始 如果二者相等 那么总是差就为零 你关键工作总是差一定为零 不一定 要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也不对 关键线路上各工作持续时间之和最长正确 关键线路可能有100条 可以 那可能有多条 正确啊 N条 大于等于1 A D 1 这么简单 怪不你在下面玩呢 我们看第四个 关于商量和往来进化图当中说法 正确的是挑对的啊 看A 长度最短的 19年真题 看一下啊 长度最短的线路称为非关键线路 对不对 A对不对 有学员说了啊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一个 有学员问到C了 我再给你解释一遍啊 C 关键工作最早开始等于最迟开始 那么他言外之意就是这么说的 关键工作就是总是差为零的 是吗 不是 当你最早开始等于最迟开始 这不是总是差为零吗 那么我就问你 关键工作就是总是差为零的工作 对吗 不对啊 他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 TC等于TP啊 有学员说了 你不是说了吗 没有背景资料没有强调 那么就默认他呀 相等 你不能这么算 你注意 我们在计算他的参数的时候 计算时间参数的时候 你可以默认他们相等 但是你倒推的时候 你就不能默认相等了 你不要跟我较真啊 你想笑死我吗 你只能再去计算他的时间参数的时候 我们默认而者相等 但是现在他问你这一个了 你绝对不能默认相等 你必须要把那个特殊情况你找出来 这脑回路啊 我真是浮啊 看这个吧 长度最短的线路称之为非关键线路 是吗 当然错了 什么样的是非关键线路 注意 除了关键线路 其他的都是非关键线路 那么关键线路是最长的 那也就是说不是最长的 我就是非关键路 他说最短 这个你不是最短也是 也是非关键线路 看B 一个网络图当中 可能有一条或多条关键线路 正确呀 有至少有一条嘛 看C 线路当中 各项工作持续时间之和 就是该线路的长度 再看一遍 线路当中 各项工作持续时间之和 就是该线路的长度 正确 你把这条线上 每项工作持续时间加到一起 就是这条线的长度 D 线路当中 各节点应从小到大连续编号 对吗 各个节点确实是从小到大 一定要连续吗 不一定 只要你别重复就可以了 只要是从小指向大就可以了 没说必须要连续 看E 没有虚工作的线路成为关键线路 你是不是关键线路跟有没有虚工作 没半毛钱关系 不对 所以选B和C 好 第五个 找关键线路有几条 这道题太经典了 每年我都讲 你先说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不是关键线路啊 从头到尾一条线一条线的去加里面的持续时间 但是这个不是用 你要是考场上出了这么一道题 你要一条线一条线的加你准错 还浪费时间 为什么 因为它的线路太多了 甚至不少于十条 你看啊 我给你画一画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然后从这还可以往上 然后再往前 哎呦我的天哪 干脆我不挑战了 这种题你千万不要从头到尾去算 去数一条一条的 肯定错 怎么办呀 你看 像这种题啊 它一列一列的你有没有发现 一列一列的 很很规矩 很规整 所以我们一列一列的去找 你看这一列 ABC三项工作 三二三 哪个大 三大 二不要选了 所以你看 我要这么走 或者是这么走 可以的吧 第二列 五二二 哪个大呀 五大 你要走五不走二 能不能走呢 能 太开心了 下面这个呢 下面这个也可以吧 都是向上的尖头 太新了一个向上的尖头 有没有发现下面还有个尖头呢 我还可以往这走 对不对呀 这里是不是还有个端点 这个尖头是想下的啊 你不能往上走 你得这么走 是吧 所以这里的一个端点 变成几条了 三条 几个端点 两个 几条啊 六条 选择C 是吧 你不能就一条一条去数 你可能给健考老师 要了三张A4值 也没数对 还数丢了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一列一列的 三二三 我走三不走二 二不要管它 因为它短 你小 不要你了 然后再来看 五二二 所以我要走五 你看 我是不是可以过来的 这个呢 都是向上的尖头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两个你也不用管它 然后再往下 二四四 当然我要走四了 因为四大呀 能不能你看 往下的尖头吧 可以过来 你看它还可以往下再走 是不是 这往这走是一条 你往下走又是一条吧 所以这个不用管它 然后再往下看 三二三 能不能走三呀 你看 我这个是不是可以往上走 我也可以往下走 两条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再走一个 三条 所以在这一个端点变成了仨 那两个呢 变成了六 选C 好 看第六个 关键下来有几条啊 同样如此 你看啊 五四三 我当然要走这一个 是吧 然后你再往下看啊 它可以往这走 它也可以往这走 这都是四 哪个都行 几条你看 我可以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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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三条了 再往下 这是三条吧 我可以往这里 可以往这 可以往这三条了 然后呢 你这往这里走的话 这是二 你要是往这走的话 这是六 所以这个肯定淘汰掉 所以这一个 就是一条 那这个呢 横着走 四根二 还是六啊 再选上 这个呢 往上的箭头啊 你是横着走 那是三 往上的走的话呢 三条 选B 是不是 两条 到底几条啊 不是三条吗 你怎么数的两条啊 你选的二是吗 选B 懂你 好 明白了 我们看第七个 关于双代号 网络计划图的说法 正确的是 挑对的 看A 可能没有关键线路 那么多条线当中 你怎么着 也能选出一条来 至少有一条 正确 在计算工期 等于计划工期的时候 就是TC等于TP的时候 关键工作 为总时差为零的工作 正确 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关键工作 总时差肯定为零啊 判定 在网络计划 执行过程当中 关键线路不能转移吗 前面我们是不是提到过这么一个 可以转移 我再来给你解释一种情况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算出来 算出来工期最长的是 20天 有几条呢 有一条 然后19天的 有两条 18天的呢 有一条 然后业主说 让我们在18天完工 也就是说 我必须要把这三条 我要压缩过来 是不是 你看啊 现在你的关键 如果说我不压缩的话 这个之前是多少 关键线路是不是就这一条 它是最长的 关键线路是一条 那如果说我要压缩的时候 怎么压缩呀 你先把这20天压缩成19天 那么这里19天就变成几条了 变成三条了 你还得压缩呀 把这三条往18天压缩 压缩完了之后变几条了 四条 你原来是一条关键线路 最后变四条了 转移了吗 转移了 转移了 这个是压缩的情况 那还有延长的呀 延长的也可以 延长的 比如说 你之前算完的 工期呢是 20天 结果 你在实际施工过程当中 某项工作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什么原因都可以 你自己的原因也好 不可抗议也好 业主的原因也好 导致某项工作 它的持续时间 延长了好多 然后 延长完了之后 你再重新去计算 整个完了就好图 你发现 最长的那条线 变成22天了 那现在变成22天的这条线 是不是就变成关键线路了 这个就不是了吧 转移它了吧 转移了 他说不能转移错 然后看 第五个 由关键节点组成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由关键节点 那什么是关键节点呀 就是 关键线路上的节点 整条线是关键线路 上面的节点称之为 关键节点 它说 由关键节点组成的线 是关键线路 对吗 错 看这个 看这个 那么在这里 这个是关键线路吧 那么这上面的节点 都是关键节点 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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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又说 由关键节点组成的线 就是关键线路 这条线 是不是 由关键节点组成的线 是 它是关键线路吗 不是 所以 错 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 B和C 然后我再问 由关键节点组成的线 不是关键线路 那由关键节点组成的工作 一定是关键工作吗 不一定 这个工作B 是不是由关键节点组成的工作 是 但是它不是关键工作 明白了吧 好 记住啊 不一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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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 不一样 ung